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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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七、八十年代 日本很熱烈 即是有一個日本風吹到來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逐步逐步轉型 變成現在直程到現在 就是100% 因為我們是90%的外國書 都是日本進來的書 已經是第三代 對,首先是我爺爺做 當時爺爺做的時候 就在威靈頓街 後來我們七多年就搬來尖沙咀 一直到現在 然後就爸爸,然後到我 說起自圓,其實很多中年的人都會聽過 因為當時他們看一本文化 看一本文化的時候一定是自圓的 因為沒有別家可以選擇 此其一 第二,我們的分別 因為我們買的類型都挺多元化 由時裝服飾 即是手工藝 我們也有很多 很全面 此其一 第二,外面可能讓我研究到 他們都是新書 他們每一次都會有新書 但是我都會著重自己 我自己會看回 究竟客人需要些甚麼 甚至有些比較舊的書 我都會找回來給客人 為什麼會選擇做日本書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 日本書 無論它的內容是豐富 甚至乎很多 其實在我們幫助我們公司的客人 很多%的客人 基本上都不懂日文 也不需要懂 因為日本真的很多圖片 很豐富、很精彩、很細節的介紹 例如做衣服、手工藝 他教你怎樣做 很清楚 這是我很喜歡日本書的一件事 看書的人可能越來越少 因為資訊太發達了 另外一個 可以好、可以不好的 太發達了 變得太多資料 可以很容易找到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在網上看東西 或者看書 甚至找資料回 但是要我這樣找 我就喜歡別人很有心機 因為做一本書 你可能看過之前有套電影 就說做字典 當然做書就不太複雜 但是做Publishing 其實你會經過拍照、編輯 寫上去、印刷等各方面 其實有很多心機放在書裡 而網上濫用了這件事 就是把很多東西掃上去 沒有排序、沒有輯錄 我覺得好像侵犯了… 沒有了心機放在書裡 不知道是否我年紀的問題 覺得書卷味很重要 就跟平板好像沒有了親切感